南萬煮 你看我用甚麼引擎 我去買個冬蔭宮的地方 轉融山薑、乾蔥起鑊 然後用辣椒、落菜、加水 加椰奶 現在不會太辣 不會太辣了吧 現在是以太混合膠節 你這種煮法很新穎 可以嗎? 我可不可以開酒家嗎? 沒有,開私房菜很節奪 做私房菜的人真的很節奪 沒有牌的,私房菜的人 很難問我 以前來說,有很多是沒有 我家會做私房菜的人當然沒有牌的 有很多是沒有的 我站住 你不可以回應他嗎? 我回應他 回來,講一下阿東的飯局 他也聽到,不是吧 本來阿東今天就是這個 側送一湯 因為有無神輪巴別塔 即是亨利也有去 結果亨利真的是專技人物 你和他吃這個 這個吃火鍋 做好食用食 如果不是 一碟肥油可以一碟 他可以兩三碗 就把整碟肥油 嘩,那真是 大膽 阿東知道 亨利尼特地煮多了兩用菜 因為太飽了 最後他那個 即是 芝士焗龍蝦銀針粉 今天買不到銀針粉 買了泥粉 都不用他煮的 真是太飽 今晚就吃了 八菜 一甜品 或者七菜一湯 一甜品 首先這個阿東 就是那些 醉鮑魚 有幾指醉鮑魚 那 他今次的醉鮑魚 改良了 都比他以前那些 改良了 都 容易入口了 純一點 沒有那麼辣的酒 即是他那個混 他應該混了 應該混了混了 混了花雕 應該今次也有下玫瑰爐 那 即是 到家 你喝下去會有些清涼 因為他有冰鎮 鮑魚 這個鮑魚 他的餐好像 這個餐八百元一位 八百元一位 即是他要收的 這個是他那個露水 賣相不算漂亮 賣相不算漂亮 那些蛋呢 就切得 但是就好吃 他的豬肉 我最喜歡吃肥豬肉 元朗豬肉 所以不會有酥味 因為你沒雪豬 好吃 鴨蝦就用波能鴨蝦好入味 不過少鹽就是 老了久了一點 鹹了一點 和軟了一點 這些鴨蝦可以做多幾分鐘 十分鐘 做多幾分鐘 這樣撈出來 會爽一點 他說波蘭鴨蝦就 就名貴一點 即是本身質感會好一點 做一些豬耳 那些豬耳呢 他敢設切長條 有些人喜歡切片一點 兩隻吃法都不同 這隻吃法會爽一點 那隻吃法會爽一點 那隻吃法會咬口一點 今晚有 我有亨利 有台獎等等 有啤梨有搖耳屋 你說真的嗎 這個都整晚 兩碟我最喜歡的其中一碟 蝦多士 蝦多士 他找了一些淡水蝦 還有他有一些完整的蝦肉和蝦膠 即是兩款 你咬那麼好 他控制了火候 你知道蝦多士 除了要大火人 可以太大 小火就不行 一定不行 一炸一小火 油滲下去一咬就好那麼多油 就絕對不好吃 蝦多士 以前吃哪裏的蝦多士 就是奉承的蝦多士 但台長吃不完 台長吃了一半 就要做神秘之夜 和阿紀圖 蝦多士 他的蝦多士 但真的正 肉弄的蝦都不錯 那 我喜歡薄多士 好像這樣 那個多士太厚 太厚 太多油反而不好 所以多士其實減薄一點 會比較好 他炸的時候控制火候 是ok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他的 鹹蛋黃 黃金煎海蝦 你看到他的圖片 那些蝦不是很彈的 那些蝦 會不會太多油炸的 炸東西 最重要 火不要太小 剛剛好 還有就是有時 炸一炸拿出來 再炸第二下 反而會迫一些油出來 炸東西都是要技巧的 如果是火太細 滲了油 然後這樣就不行了 如果滲了油 他怎麼辦 有時開大火再炸第二支 迫油出來 嘗試去彌補 這樣都是炸東西 油壓都是需要很有技巧的 這隻蝦多士 這隻蝦不夠挺身的 平時買最漂亮的那隻蝦 今天就去賣光 今天就去賣光 這隻蝦都貴 但吃下去不算太好 又帶到鹹蛋黃就行了 鹹蛋黃 大家鹹蛋黃要選兩款 精肉餅的 選一些變身的 如果你想用來炒 弄碎它 用來炒什麼都好 要買整隻波 噴噴波 那隻的鹹蛋黃 那隻就會好一點 他有鹹蛋黃用 再加上鹹蛋黃碎 兩隻加上口感 就好像蝦多士都用這招 不敢說他真的行 稍微鹹到蝦的貨就差一點 你跟這碟 是有啤梨 還有有香味 雙味 都是今晚他最喜歡的 青湯包牛腩 加燜牛麵豬 這些就是上面的牛麵豬 下面的牛腩 這碟就是吃到大家投降之後 都飽了 飽了 牛腩的蘿蔔很棒 很入味 不會起沙 稍微鹹就是 鹹小 一兩分鐘會爽一點 牛腩真是正 入味 啤梨就大讚 牛腩是怎樣的 青湯的牛湯 這個就是他的刺 他的刺 稀一點 因為本身刺夠鹹 所以不用太稠 有時喜歡吃刺的蝦 很重要 但蝦有時要打太稠 為什麼呢 外面的高湯不是很足料 就是要加味 一加味就是加味精 你見到它稠一點 這樣好像就很入味 甚至有些勾一點蠔油 其實那些就是 速成法 反而這一隻更好 當然 我自己覺得 你控制的高湯好些 還要加多一點 更好 它高湯夠味 那些刺都OK的 那些刺都算是幾十足 老實 很老實 阿冬自己都承認的 跟啤梨買的馬肌那些 都是有一段距離 但都是OK 真的要那些紅燒味 雖然味道 啤梨買的那些這麼好 但阿冬只要成 他吃了我們這些光包 真的吃不到 在其他地方 都OK 那些刺 那些刺 你要怎樣弄這些刺 都麻煩買回來 那些刺 首先我自己是怎樣處理 雖然我很久 我這麼久處理過糧刺 因為我自己刺中癮都不會 說真的 除了那些蔣妹喜歡吃 我都可以不吃就不吃 我和菸姐差不多 雖然啤梨肝很喜歡吃 刺我那些可麵質麵 我第一覺得你健康食品 要營養很多東西都可以代替 第二 它本身不是什麼特別美味的東西 只是講那個湯 那它處理也麻煩 我都 你說我膠也好 我都小吃小吃不要多吃 那要怎樣處理呢 拿回來 找熱水煮它 11個鐘煮完 浸 浸它 冷水煮它 浸半天 再煮兩個鐘 再浸半天 拿出來夠遠了 起骨 起完骨 再浸半天 浸完半天之後蒸它 最少蒸兩三個鐘 你自己去看 你會看到 蒸完之後 然後就乾淨了 那又怎樣呢 你要煮 你放那些 啞煲 或者什麼煮都好 下面 做個粥 放些刺 這樣就不會黏底 然後再放些毒在上面 然後就放一些東西 就是去燜那個高湯 通常的人會放什麼呢 雞 一定會 豬肉 甚至豬皮 即豬肥膏 甚至有些會放火腿 金牙火腿絲 有些東西放 就這樣 鹹火腿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想它更加的入味 就是要加上鴨 那你炆鮑魚也是 你炆鮑魚 加上鴨 下次你給你試一下 那自然不吃 炆鮑魚給你吃 炆鮑魚那個汁 那個紅燒汁 你試一下 豬皮 瘦肉 雞 鴨東這個就很多雞 我應該吃得出它沒有下鴨 如果沒有下鴨 就會更正 那 就是 這個是 就是 你炆鮑魚 那個高湯做法都差不多 就算你說 數次 你炆了湯 再放些數次進去 就是他拿的 都是事 下鴨 那另外 你看到 阿東 這個辣酒煮花蘿真的怎樣 他在裡面 就是調教過 那外面的花蘿 大家會覺得 那個汁很辣 很搶口 很搶口 但是不入味 花蘿來花蘿還花蘿汁 因為它 時間不夠 阿東就是他那些蘿 吃到它的汁 質感不同 野生的 野生的花蘿 這麼厲害 你看到 你看到野生 那些花蘿也會淺色一點 淺色一點 淺色一點 它是野生的 淺色一點 他說他放了四款酒 放了四款酒 花雕 玫瑰露 咦 幾清甜 他放了Sake 那香就一定 我時你煮西湯都一定會放的 白蘿的 哇 你這真的好燙 他說他的醬呢 那我這裏不說 他的醬還放了 放了一種東西 是平時的 全部都不會放的 他這四種酒 那就是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試過放白酒 就是下次我試試 如果他沒有白蘿的 你去混白酒 到尾雖然就會 如果不喜歡吃太腸的 就可以用白酒代替 都很棒 還有這個乳鴿 珍姐就說不夠鹹 我覺得已經夠鹹 都露得是幾 就知道露完對選擇炸 OK的 那乳鴿 那當然 乳鴿外面有很多水準都好 反而這個花蘿 和蝦多士 真是棒 以前我吃凍成的蝦多士 很喜歡 那現在冬這裡 我覺得是更棒 牛腩就是 就是啊 啤梨和亨利之外 然後這個 蛋白銀人爐 一流 冬吃 會更好一點 有時已經太飽 原本是龍蝦這個人針粉 但是就 噢 因為太飽了 他不用煮 好了 阿東說他拿回家吃 真是棒 那今晚這個 因為有錢的八百元 沒有錢就六八百 就沒有開Live的 就是阿東的私房菜 五炒都點了Page 他出來 大家都試試訂 我覺得好吃的 那啤梨就說 會再幫他改良一些菜單 但我們拍了一些片 就會經過他剪接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 可能過幾天 啤梨都會幫出來 會有我們一邊吃 一路那些 就是平魚 那都真是好吃 唐上說 只是鮑魚 他都碰了 真是好吃 那另外講其他的 就是巴編新聞之前 那大家都來的 BinBin Trading Limit 因為昨天就多了幾十個like 希望大家今天再加多些 看今從溫的他都是 幫幫忙 那些年輕人 自己有 那整個凍肉袍 那是網店而已 那大家都 可以留言 哎呀 那我就說 下場我買了半場大日 那就是網店而已 那大家都可以留言 哎呀 那我就說 下場我買了半場大日 一球就收錢 如果進來就穿這條二穿三 那三條飛都收錢了 啤梨今天沒說他 是呀 五炸都貼了那個Facebook 那條領域 大家快點進去 求一下大家快點進去 給個like先 那我曾經說 有沒有幫助 跟你講一講 也有幾十個 對於大佬 你問大姐 快點多點進去 不就笑 你都沒有了解 那就是死 那那些肉 他都OK 都算便宜的 那大家都可以試試在那頂 會有送貨的服務 那 剛才說那個 就是 沒有問到啤梨 有什麼波 我可不可以 浪費了 你會怎樣 你也會有用 你會不要 那我送回那個講法 我走路出身的 不是辦事真的 不是什麼浪費的 我走路出身上習位 上下一個上 站在一邊一個習 不是習功 就是上習 就專門用來做蒸 蒸發燉 蒸鍋 都叫做法 例如鮑魚 海心 魚翅 花膠,我們全部都要做 我以前很小,20歲都不夠要做 為什麼要做呢,再說,浸去 這些牙環,可以不下牙環 但下了就滑一點 浸去過夜,浸去十多二個小時,中途滿水 沒有時間,夏天就小心一點,要換密一點 一整鍋放在雪櫃,安全一點,要這麼大鍋 我都要買兩斤,一斤牙環,一斤金鉤 你記住現在講教,浸去過夜 中途那些魚的水紋都腥腥腥換了,夏天就小心一點 因為現在還是秋冬天,趕得來都可以過冬吃都OK 一邊浸去,如果我不吃就不要搞 那這些其實都開始,我想遲到十多二十年都沒得吃了 我猜一點,再說吧,再說吧 魚翅浸了一晚,中途都換過一兩次水 最好洗洗它,浸鬆了之後 魚翅有機會有沙 就是這些牙環 勾仔也要少些沙 這些勾仔就少些沙 排翅就多些沙,排翅就有些沙 排翅就不同做法,要泡沙 這個先說一下,用水沖乾淨 我待會再跟大家說 把魚翅放在蒸高盤,用水浸去 就拿去蒸,蒸四至五個小時 怎樣為止可以呢,都可以再說 我現在用小小的東西,可能入爐一下再給大家看 它一受意就會縮起來了 譬如,如果有大塊,盤不夠大 可以用這些盤,可以出水先 放進去蒸,蒸四至五個小時,怎樣為止可以 很容易發誓,首先要發誓 拿湯,拿上湯,怎樣推那個筋 我現在用的,我可能在過冬天做私用 現在用小小的一次,然後入爐一下再給大家看 大家好,我出水,用小勾仔 這樣拿去蒸,浸著它,蒸,我想起碼四個小時 怎樣為止可以呢,我再說 最好是蒸,為什麼最好蒸呢 看到那些肯定是我的鐵粉,我的穿粉 那為什麼要蒸好一點,好鍋呢 因為勾仔在那裡碎,那些肉 這些是鯊魚肉,如果鍋是煮爛了,鯊魚肉很難找回來 那蒸之後,一會洗廁,就可以把鯊魚出來 就不要弄爛了,蒸四個小時 那些勾仔我就出水 然後用鍋來蒸,沒有那麼多為例 我這個計劃呢,這個計劃很帥的,剛剛好在一斤如刺 這個計劃都用了起碼二十十年 沒有沙年也有二十年,起碼我只可以做如刺 有幾百個就不知道,如果不吃刺的,就不要看 就不要看,就要走開 那最好蒸,已經四個小時以上,要怎樣檢查它 起碼再說,中途不停打水,就不要太大把 用中小火來蒸 那再說 大家好,這個刺就搞定了 那些煎到一大小小時,牙鹹就三個多小時 那可以就熄火,蓋上每一塊,一次過用 那怎樣可以做呢,就隨便拿一條出來 好熱,那就拔一拔它,粗一點 這個魚刺,要拔一拔一試 拔斷了,行了,就實在拔斷了,再吃進口試試 是否可以了,那一會兒就把那些沙魚肉 我喜歡的魚肉,這些沙魚肉,這些沙魚肉 一會兒就小小沖動了,就用手撿出來 撿出來,牙鹹又沒有的,到時候撿到正面 那沖動了,洗乾淨,避用一會兒夠大 一會兒再放進去 大家好,那些 牙鹹就洗了,因為洗又出散去 那牙鹹就沒什麼沙魚肉的 這些可能是沙魚肉的要拔出來 這些是金貓來的,這些勾制 這些好像有的,這個不是 如果這些不漂亮,這些有很多沙魚肉 如果家裡就沒沙魚肉,這些可以不拔 那你去找,看過沙魚肉 你看看魚肉在哪裡 你可以扔掉它 沙魚肉,沙魚肉,沙魚肉 你看看有沒有 有些會黏在魚肉在哪裡 如果有肉的,你可以撕走 撿出來看清楚,打斷後會撕散去 洗乾淨乾淨水 洗好了,跟這些勾制,只有沙魚肉 你搶不搶,很難搶,你不要搶出來 燒鑊水,普通水 這些薑用的,就放進去 可以用薑汁 可以用狗拌的,沒所謂 這樣就是 香薑和撒酒 這些勾仔跟 牙牙雞就可以撈上去 採出來 又用去沸騰 一沸騰起來,倒轉 放放下去,不要用凍水 就現在我打進去沸騰了 然後就落西瓶乾,放放 入袋,入雪櫃,入冰箱 搞定了,到時就拍不拍了,因為我要用Facebook直播 好,魚廁就好了,最好就用真空袋,如果沒有就用密室 如果這樣吃得快,就把袋子放在冰箱就可以了,為什麼要用真空袋呢? 因為每次開雪櫃,山雪櫃會跑得起,它會冰死,不是早吃,它會冰死,這樣就沒有了 正常是很難冰死的,冰幾個月都不會冰死的,酒楼就這樣吸吵著它,這樣吸吵著它,不會入袋,這樣吸吵著它 通常都會在三、兩個月內用完,一、兩個月,三、兩個月用完完,但不會即食,即食,一、兩、三、兩個月用完,但不會即食,一、二、三、三、二、三、二、三、三,二、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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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